Juan Piers 春天矣 stress, 男生 - 李卓珠 春天矣 出色ła冲以上 作词, 女兽 作词, 女兽 初怡下一世 一点词 sc & 李柏珠 冰雨载 惊鱼坍 监鞠 另一家��寓 花字開明鏡敲高抬 天然去吊飾 紅唇的分擔 醉是戀開芙蓉 過婷婷如花來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懷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懷 溫君生生滿 寒家如宮群 思農出閣來 醉是妖念情歸 珠珊何在夢幻 碧玉瓶 金銀柴 林家勇於花字開明鏡敲高抬 天然去吊飾 紅唇的分擔 醉是戀開芙蓉 過婷婷如花來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懷 玲瓏心情都開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懷 望君生生滿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的 小心你的生命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永遠 芋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 玲瓏心情都開 紅唇天香春一 一车 强儿说过 他要找就找最好的 他说的没错 你对他的心是最好的 可他以后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坏弟 你想的太多了 不得不这么想 如果有一天 他觉得我不是最好的 他的心就会离开我 到时候就算我们两个还在一起 他也不会快乐 不 强儿不像你想的那样 他应该嫁给最好的 你就是最好的 我不是 他随口编出来的 其实高头大马的英雄才是 那才是他想要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说 那 不过是强儿随口捏造 用来搪测张子仙的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拿我 去对付张子仙呢 我知道 他要的就是那样一个人 可在牢里的时候我就想 我要是那个人该多好 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想 我要是你该多好 你在牢里才过了一夜 就胡思乱想 我觉得我想的没错 你应该就是强儿 想要的那个人 坏弟 你在胡说什么 我看你的脑子 是被那个张子仙气糊涂了 我才不在乎他呢 我会比他强的 只要我愿意出去干一番 你想干什么 像你那样 我怎样 去投居 去建公立业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哥 哥 在牢里的时候 我只是瞎想的 看到你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像你那样 像我这样 对 像我这样 你要让强儿等多久啊 用不了多久 你想过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强儿要是嫁人了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 只剩我自己 晚生了几年 兄弟 别傻了 明天去向强儿求婚 他就是你的了 哥 哥 得到了也会失去的 我自己知道 我现在还不是最好的 这 我看 我看你是钻进牛角尖的傻兄弟 不这样想才叫傻呢 哥 你想想 如果现在不出去换个名堂回来 强儿早晚有一天会不喜欢我的 我肯定会失去他 如果我愿意出去试一试的话 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就回来了 那样 那样我和强儿就可以永远地过上好日子 就算他嫁给别人 可他的心还是属于我的 行了 别说了 哥 你就让我说吧 这些话我已经憋了好几天了 其实我也用不着多想 前些天我和别人赌过一次射箭 当时如果我怕手中的猎物会被输掉的话 那样 那样我就不敢上前 把那些钱全都赢回来了 怀弟 哥 你别劝我了好吗 好 我也不劝你了 从明天起 我索性把你绑在屋里 直到你和强儿 安徽为止 你想让我也像你当年那样偷偷地跑掉吗 你敢 爹娘会怎么想 那年你走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是破于无奈 我走了 至少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 可是爹娘不是这么说的 爹娘一直对别人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你尽心 让你觉得 让你觉得这个家不是你自己的家 那是他们想多了 是我不好 伤了他们的心 哥 可是我走了他们不会这样说 对 他们会难过而死的 那兄弟他们对你和我 看待的不一样 我 哼 事与至此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哥 你别拦着我 怀弟 哥 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好 要去 我送你去 不用 我自己走 自己走 那冰冷的河水千里万里 你两道腿走过去啊 当初你靠两道腿不愿走过去了吗 你 哥 你就由着我吧 好吧 你意已决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写一封信 你拿取编冠 交给镇上那里的李大将军 他是我以前的统领 对待我 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不用 要是这样 我在你手下当个小头目 不比这更容易啊 你让我如何向爹娘交代啊 我走后 你去照实说吧 那强儿呢 你看吧 哥 替我照顾好强儿 She's a girl 针娜 哇 她是ешь的 手我拉我 你itsu to yourself 你现在寻言少 invented 我跟她说 让她开着 嫂嫂可不是偏爱呀 村里姑娘绣的花呀 嫂嫂见得多了 都不如我们家强儿的 再说了 这可是强儿成亲用的盖头 自然要绣得最好看呢 嫂嫂 强儿 光是花儿绣得好还不行 还要懂得礼教 出了嫁 就不必在娘的身边待着 一些礼道孝道 都要牢记在心里 娘 我记住了 现在娘给你感知的这些布 也不知道到时候够不够你用的 娘 娘 要是还不够用啊 我那里还有呢 嫂嫂 二十五 三十 好 三十五 大爹 强儿在吗 在在在 在礼屋跟他妈学绣花织布呢 好 那我去了 去吧 好 大娘 嫂子 强儿 顿顿 是黄顿呢 弟弟呢 他 他没事吧 没事 他只是出门了 他又去哪儿了 是去县城了还是去打猎了 他怎么不来我们家提亲啊 好 那没别的事吧 哦 强儿 嗯 怀弟他这次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顿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强儿 怀弟他让我转告你 有朝一日 他要成为那个 你心中七百马的英雄 他才回来娶你 强儿 你告诉顿哥 你会等怀弟的对吗 我都是随便瞎说的 我那都是随便瞎说着玩的 我含含的怀哥 强儿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了 我没事的 我早就知道怀哥要去从军了 他早就跟我说过的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挺好的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也应该做点大人要做的事 他也是为我们以后着想啊 可是他这次一去 娘 您不用担心的 他在军中有好多朋友的 真的 我还能骗你们 那你能不能 不一个人在这里待着行吗 我觉得 我一个人待着挺好的 你们看我也是个大姑娘了 也该有个大姑娘的样子了 强儿啊 平时看你风惯了 现在看你一个人怎么静着 娘心里害怕呀知道吗 娘 不用怕 我没事的 那你能不能到大姑去和大家 一起说说话呀 我突然想弹琵琶了 我好久没弹琵琶了 那好吧 你弹娘听 这样吧 你们到时候听我弹的是什么曲子 就知道我的心情了 好听吗 娘 好听 好听 真好听 那你抬 我跟你嫂子先回去了 走吧 她好像真的没那么难受 强儿长大了 懂事了 老天爷 我求求你保佑保佑强儿吧 老天爷 我求求你保佑保佑强儿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公子长进不大 看来在这方面 悟性差极了 难以我这样 什么时候才能练出来 十年吧 不行 一年 一年 对 师父 我可以多练的 一遍不行 两遍 两遍不行 三遍 一个时辰不行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八个时辰 十个时辰 师父 我张子歇就是不吃不睡 我也要练出来 我有一事不明 师父请讲 公子文质彬彬 不知以何为 我 我一直在家里读圣贤之书 相必也有杀父之仇 何以见得 不然怎么会下这样的狠心 不惜费工十年 苦练武艺呢 是啊 比杀父之仇更让我难以甘心 师父 我求你了 就好好地教我吧 可是 老公子啊 公子啊 公子 没看见我这跟师父在这说话呢 来一下 真的 问了十个人 十个人都说强儿没定过亲 而且啊 有人说就是他要定亲 那也是跟王淮啊 可这王淮一投君啊 那真是老天爷把这姑娘留给老爷 老爷了 李所长 这回你给我查清楚了 免得再像上次那样出手 放心 放心吧 可是老爷 您怎么搬王将军这块石头啊 怎么搬 要是搬不动我就硬碰硬地来 可 可他是军里的 军里头又怎么样 我又没犯什么王法 还怕了他不成 再说 就是死在这件事上 也值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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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儿 你怎么又来了 强儿 我 我怎么能不来呢 一日不见兮 如隔三秋啊 真是的 他们能看到你 他们是人 我就不是人了 他们能跟你说话 我怎么不能 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就觉得你 我 我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不会答应你什么的 强儿 你这样对我不公平 我也不知道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反正我就知道 该和什么人在一起 不该和什么人在一起 这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爹 怎么回这儿 我去看看 回去回去回去 回去 你看看 叫你回去 回去吧 强儿 你说 你说你张大哥我 我有什么不好啊 这你自己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 还为了我 上次把王怀抓起来的事情 再记恨我 你仗势欺人 算什么英雄了 我仗势欺人 那你的顿哥 他就不仗势欺人了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你欺人在先 顿哥没把你抓起来 已经够客气的了 可是 别再说什么可是了 张大哥 你赶快回去吧 好好做你的官 大家还会像原来一样 尊重你的 强儿 我 你别再说了 我才不想听你贫嘴呢 强儿 强儿 好 我走 强儿 我一定会成为 你心目中的英雄的 不信你等着看 一年以后 我张子仙 一定会让你刮目相看 张子仙 下官拜见王将军 将军如此动怒 不知是为了公事还是私事 私事 退下 是 是 将军 有何吩咐 张子仙 你是为大汉官吏 也见无故骚扰民女 是何道理 将军言重了 下官不过是做了一些做官之外 做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圣贤有言 实色性也 诗云官官居鸠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君子求女之事 就算是将军 怕是也不可豁免吧 再说 那女子尚代字归忠 谁人不可去求啊 下官 一没有行强 二没有施暴 三知识而退 何言骚扰 再者 下官更无谋刺他人之心 将军 您在光天化日之下 闯入本县的大唐 致大汉的官微于不顾 辱购官吏公报私仇 就是到了大汉皇帝面前 下官又有何罪 请将军指教 好一个君子好求啊 将军 请坐下说话 看来今日倒是我王顿的不是了 我再次劝你一句 你身为一线之父母官 要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 好自为之吧 好 王将军 下官看得出将军也是忠厚之人 想请将军温酒一叙 不知可否赏脸 在下家务繁忙 无暇清闲 还是免了吧 是谁让你们去告诉顿哥的呀 强儿 弄得就好像因为我一个人 所有人都不得安宁了一样 我不是都说了吗 张子仙他走了就得了 好 那他要是还来呢 就是啊 只要我不给他好脸色看 他来了有什么意思啊 他还老来啊 强儿 要不咱们就像顿哥说的那样 都搬到城里去住 我不 怀哥他不会高兴我这样的 我要等着他回来 他要是回来 第一个到的肯定是这儿 别理他 这孩子就这样 你怎么什么事都有着他的性子 真是 来人 在 将此信 连野兼程马不停蹄 送与边关黎大将军处 亲自交到他的手中 不得有误 是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打上一仗啊 还有盼着打仗呢 天天这么站着 有什么意思 那你就瘦着点吧 这仗 看着一两天打不起来了 匈奴的胡寒爷和他大汉一直交好 好 光造谈汉帝来拜访就有两回了 已经有一年多 没跟咱们交过手了 不对啊 那我们村里到这当兵的 怎么一直都在打仗 也就这四五年的事 那是他赶上和西北边的智之 打得最厉害的那几年 这几年智之也不行了 有一年多 没来了 我要是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谁叫王怀 李将军叫你去 好 我过去一下 好 驾 驾 驾 王怀 在 大臣君 以后就在我的帐前听令 是 大臣君 起来吧 希望你今后奋勇杀敌 建功立业 我早就怕这一天的 可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的年龄还小啊 而且长得 和王顿 一点都不一样 把这架都不一样 出帐来 你驾到危险了 就有什么时候不得了 你驾到危险了 你驾到危险了 您为什么总向着南方看呢 请您往北方看吧 我要向着北方 行我们匈奴人的大礼 你行大礼干什么 我怕父王和我都忘了 这生养的地方 弟弟 你怎么能这样和父王说话呢 鞠摩车 你心里有话就说吧 父王 我心里的确有话 而且已经憋了很久了 咱们匈奴人 都是一匹匹猎马 是不习惯别人来调教我们的 一个人天地所生 日月所见呢 我们匈奴人 凭着自己的力量 勇气和智慧 还有手中的刀剑 才能打出这大漠草原 大骗天地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去讨好 中原的长安呢 我决定归顺长安的时候 你还小 你不懂 现在 你应该懂得 我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从百姓的安乐出发 何况 大汉天子 一直狠守信用 在我们连遭 三年白灾的情况下 仍旧用粮草救济我们 才是得 我们的人没有饿死 我们的军队没有垮掉 我们的牛羊没有绝尽 孩子 为了能得到 这片安宁的土地 大汉天子 没有少花心思 所以我要说 能和汉人蒙约至今 这是天意 也是民心哪 民心 这民心里边有一个人的心 却被父王您伤透了呀 谁呀 云纳 父王即将娶 又莫名其妙放弃的 六烟纸云纳 你没听都隆其说 我的新娘在南方 父王 你可千万不要抱着 娶什么汉女的念头 否则那样 怎么匈奴会完蛋的呀 为什么 我们匈奴人的血管里面 绝对不能流汉人的血 放肆 你到现在还存着这些怪念头 你念头才怪你 你呀 小小的年纪 这脑子居然和一些老人一样 转不过弯来 糊涂 弟弟 你疯了你 你才疯了呢 孩子们 你们看 那是什么 苍天老 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呢 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呢 臣妾叩见陛下 来 皇后啊 坐这儿 听朕与李夫人对唱 陛下 黄总管派人来说 她已经到了楚地 还说 那儿的姑娘 个个赛过天仙 再美 能美得过李夫人吗 黄总管说 如果找不到一个赛过李夫人的 她就不回来见陛下 回家养老算了 那就叫她早点回家养老去吧 爱卿张盟 你刚才说的可是事实 你刚才说的可是事实 陛下 一点儿不假 臣去的时候 看那草原上的蝗虫 猖狂之急 就像鬼剃头一样 把草原上的草 摞得连一点草叶都没有了 那忽寒爷他 陛下 他整日的哀声叹气 匈奴今年的进贡 恐怕又要泡汤了 传朕的旨意 按原计划 剥足粮草给忽寒爷 可是别可是了 朕告诉你 忽寒爷安定了 匈奴才能安定 匈奴安定了 边境才能安定 边境安定了 百姓才能安定 百姓安定了 咱们大汉王朝 才能安定 凡辱 懂了吗 陛下圣明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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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关急报 皇上 致之连日来不断骚扰我汉帝百姓 抢夺粮食物品 烧我军帐 回我军营 不断向我边关挑衅 致之 又是这个致之 甘言寿将军 臣在 张猛韩昌 臣在 你们留下 其他人退下 是 别傻了突袭故土 我的好孩子 我们得用智慧 来应付这一切 我们得有大量的食物度过这个冬天 否则韩风将把我们消灭在这里一点不留情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到汉军那里得到一切呢 除了汉军 还能有谁呢 吉核山嘛 他已经没有资格挨我们的抢了 他和我们一样缺吃少穿 你知道吗 一个人在困难的时候最好别惹他 他的日子不好过正想找你拼命呢 可是汉军那么强大 我们怎么能够战胜他呢 不用战胜他们 能抢到东西就行 会行的突袭故土 以为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贫穷 不战我们就没有活路 而他们日子过得好 没有人想死 那好吧 父王 如果你现在还缺乏勇气 那就再等几天 不用勉强 不 我马上就去 你从不缺乏勇气是吗 吐气孤吐 我的好孩子全靠你了 匈奴的未来是你的 等我带回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父王 会的 会的 多加小心 父王 父王 舅爷 屠气孤吐大队人马向南边开去 套下是冲着汉军去的 那应该马上告诉汉军 做好迎战准备 同时阻止人马从后面夹祭屠气孤吐 是 不 我不这样想 孩子请坐 胡汉爷 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请说吧 杜隆七 先不要管汉军对我们怎么样 那是不重要的 胡汉爷 我们应该趁屠气孤吐南下 置之后方空虚的机会 一举攻克蝉鱼亭 把置之从那里赶走 十几年了 我们应该到蝉鱼亭去了 胡汉爷 不在蝉鱼亭设搭仗的蝉鱼 不是真正的蝉鱼啊 不 杜隆七 如果我们和汉军一起夹击屠气孤吐 把他们消灭的话 蝉鱼亭照样是我们的 那置之再没有什么本钱了 那我们会死多少人 你想过吗 胡汉爷 屠气孤吐完了 我们也完了 置之在蝉鱼亭勉强支撑 那就让汉军去攻打蝉鱼亭吧 那蝉鱼亭是不是我们的 就不好说了 孩子 再说 汉军不可能到那么北的地方去作战的 路上会死多少人呢 那 那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屠气孤吐 去突袭汉军呢 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 父王 那就让他们再帮一次忙 就算是 他们为我们多死一些人 大汉有那么多的人吧 不在乎这一点 舅舅啊 你是说让汉人替我们去死 可是 现在我们和汉军已经是兄弟了 兄弟之间做事也会量力而行 汉军比我们强大应该多担心 可无论如何 也不能明明知道突袭孤吐将会前去突袭 而不告诉人家 日后说起来就是我们不够朋友了 一旦告诉他们 他们就严阵以待 一严阵以待 突袭孤吐就会发现问题 一发现问题 他不是个傻瓜 他会回过头来打我们 都龙齐分析得对啊 我们可以和汉人一起夹击突袭孤吐 你懂什么 对不起 孩子 没关系 舅爷 说下去 我们不可能打了突袭孤吐 再打致之 我们只能打一个 我们应该打致之 把突袭孤吐留给汉军 那好吧 就这样 不过 还是要告诉汉军一声 必须告诉 放心吧 胡汉爷 我都龙齐亲自告诉他 要这么说 我都龙齐又有了一个新主意 舅舅一项主意多 请快说吧 不行了 年纪也大了 脑子也不及从前了 不过要比刁草魔狗 他们这帮孩子 我这老头子多半 还有些老经验嘛 胡汉爷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派出一小股人马 作与汉军夹击突袭孤吐的样子 把声势弄到最大 挡住突袭孤吐的后路 让他只能去和汉军作战 对 就是这样 他们打得越厉害 时间越长 对我们越有好处 对 就是这样 这样至之会以为 我们正和汉军夹击突袭孤吐 就不会太防备我们了 杜龙齐 你可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啊 叼陶莫高 你到汉官去见李大将军 咱们只说突袭孤吐会突袭 我们愿意和汉军共同夹击 不要提江大禅于亭的事 好 明白 此事非常重要 叼陶莫高毕竟年龄小 我还是有点担心哪 还是我去和事 我看这样吧 让叼陶莫高带人 送都龙齐舅舅去 是 待我问候李大将军 是 谢谢二位通报军情 毛宽 尚酒 是 请 既亲如兄弟 这还不是分内的事 不错 既然亲如兄弟 说话之间还是要再实在一些 李大将军 此话怎讲 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 你们为何不趁机进攻禅于亭呢 趁智之后防空虚而一举拿下禅于亭 而实现兄奴统一大业 这不是我们多年共同期盼的愿望吗 不不 眼下还不是时候 不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我不相信 呼喊爷大蝉鱼 看不出这一点 这个嘛 呼喊爷大蝉鱼不是看不出 而是 我只担心你们进攻禅于亭时 土七孤徒 调头从背后打你们 你们就会处于智之和土七孤徒 两面夹击之下 对吗 正是这样 你不要不高兴 多龙奇 你们的王子可比你实在多了 好吧 那我直说李将军 如果汉军帮助我们 在后面拖出土七孤徒 我们会打进禅于亭 不过我说实话 我们天天都在想着有一天 能拿下禅于亭啊 那你说 我们怎么才能拖出 土七孤徒呢 是啊 我也想不出 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 大部队主动出击 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 然后 我率领一支精锐的骑兵 火速赶到 土七孤徒的队伍后面 卡住他们回击的线路 迎面和他们打在一起 尽量的拖住他们 给呼喊爷 争取更多的时间 攻下禅于亭 这些人 舍風萬里去 青舟一夜歸 歷歷願沙往游走 可聽見呼喊琵琶 去為涼化作彩雲墜 深愛天鮮沛 今時寒假女 隨隨苦肉往春風 可送幾春煙一縷 繞長長相似長流水 此情可問天 千年終不悔 我願作妙泥而逢 傷痕與同悔 此情可問天 千年終不悔 此情可問天 千年終不悔 我願作妙泥而逢 傷痕與同悔 此情可問天 千年終不悔 牆壁無時願揚揚 卻待愛相隨 牆壁無時願揚揚 卻待愛相隨 不比我當年的左相軍差 大相軍 那你就收我做你的右相軍吧 好 即刻掉頭 連夜突襲季候山 不 這是大蟬於庭 是我的 就是死 也要死在這裏 我們一個也不能活著出去 拒不讓他們扶弄 你